开始啊开始啊 起了吗 好起 好起 假慢点 江苏长州挖出一具血红的光谷 造型极其诡异用料极为罕见 虽然埋葬了近千年 但却依旧光亮无星 犹如刚刚下葬一般 专家只看了一眼 便立马命人封锁现场 为了不破坏光谷 使用X光对内部进行检测 然后更加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镜头里竟然有两只眼球闪过 光谷里到底装的什么 光谷又为何经历千年而不复 保持你的好奇心 跟着小编往下看 2018年12月14号 江苏长州市金潭区唐陵村 正在进行污水管道改造 工程已经快结束了 在马上就要完工的时候 忽然间地面塌陷了 洞里全是污水 工人们只能继续干活 把水全部抽干 没想到水没了 出现了让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画面 在工人眼前出现了 一个石头木葬 在石室的正中间就躺着 一个写红色的棺材 扣着洗洗让人不寒而栗 折头露出的不安感 让工人觉得不简单 立马上报给了文物局 15分钟之后 考古人员就赶到了现场 立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挖掘 发现这个墓葬有三个砖式 形状犹如品词排列 三个墓葬分别编号为1 2 3号 而1号目3号目墓葬 由于受损严重 清理干净之后 并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出现 专家对墓葬行之规格判断得出 墓葬的年代是宋元时期 在考古队员清理至2号墓葬的时候 从外观看 墓葬并没有特殊之处 但把墓板移开 淤泥冲掉 惊人的画面出现了 一具艳丽到刺眼的红色棺果 显示在了所有人的眼前 刺则鲜艳如同刚刚埋葬进去 这具红色棺果已经经历了千年之久 为何还可以保存得这么完好 棺中之人又会是谁呢 这是在考古历史上 都难得一见的真品 连专家都惊呼 棺果都如此精美 棺材之中会不会有什么无价之宝 但是考古现场却不具备开棺的条件 为了揭开千年血棺的神秘面纱 血棺连夜送到了长州市博物馆 正当所有人对开棺巧守期待的时候 一件怪事发生了 棺材竟然毫无缺口 就像是一整个雕琢而成的 众多专家对血棺全身进行检查 就是找不到任何下手的地方 这尊千年血棺造型浑渊一体 造型非常诡异浑身 用料更是非常的罕见 整个棺果一点缝隙都没有 更不要说封棺的钉子 这时有个专家提出 要不然给棺材做个挨可 射线 找找棺材上有没有接缝 或者在棺材里到底存在着什么 就在大家都极为关注盯着画面时 一个东西从画面上闪过 那是什么东西 像是人的眼睛一样 棺材里到底存在着什么 江苏常州挖出了千年血棺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千年之久 但棺材依旧色色艳丽 犹如刚刚埋进土里一样 在对棺材做了X光之后 画面中却惊现两只眼球 棺材里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墓主人的身份又有何毁秘 千年血棺被送进博物馆中 一群来自各地的专家们 围着血棺不知所措 原来在棺果停留的地下出现了积水 这就代表着在棺果内 也存在大量的液体 为了搞清楚棺果内的情形 只能开棺 但是这具血棺的用料和做工 都是非常罕见和点尖的 肉眼看过去 没有一丝缝隙和棺定的存在 这可真是急神 最后只能用上科技的方法 对棺果来一个全身大检测 但打开机器之后 一个画面震惊了专家 画面上竟然出现了一对眼珠 棺材里竟然有眼珠 难不成里面有活物吗 是里面的尸体诈尸了 专家定了一下心事 重新再次检测 看清楚之后松了一口气 原来那双眼睛是棺果内陪葬品 反射发出的光线 棺果内充满了液体 贸然打开会损坏这么精美的棺果 最后专家决定在棺材的底下打孔 打孔成功后 大量的液体涌了出来 十多个小时过后 将近500升的液体终于排干净了 万中瞩目的开关工作也到来了 但是开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如何再保证不损坏棺果本身情况 怎么开关成为了难题 最后采取了从棺底打开棺果 就像我们开蛋糕盒子一样 不是从它的顶面打开 而是从它这个连着棺身一起打开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把木蝎子 沿着棺底的缝隙打进去 将整个棺身撑起来 然后再用掉漆把整个棺果给掉起来 但是有一个问题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虽然事先已经将棺果中的液体排除 但是在棺果内很有可能 还存在着大量的雨 如果处理不妥当 棺果中的文物可能会遭受到损坏 最后的方法是一边掉起棺果 一边在棺底督布的增加保护措施 就这样在大家的努力下 棺身和棺底终于被分开 在场的人心都提了起来 棺果内到底有什么无价之宝 江苏常州挖出了一具血红色的棺果 虽然已经历经千年 但色色依旧非常鲜艳亮丽 如同刚刚埋进地里 棺果造型极为诡异 用料极为罕见 棺果为何历经千年而不复 棺果内又隐藏了什么 牧主人的身份又有何隐秘之处 在棺身和棺底分离之后 专家决定将棺底移动到工作台上 那就是台这个 对就可以了 台下面的棺本就成了 上面就出来了 终于棺果内的景象呈现在眼前 棺果内由于曾经有液体存在 所以棺内的失误已经发生了一遍 他这个骨头啊什么的就是偏离了原来的位置 除了尸骨棺果内还有大量的培藏物 都集中在尸骨的头部位置 但最令人震惊的是 考古队员发现了竹笔和木书 和以往出土的梳子相比 这些木书造型非常的简洁大气 而长洲也被称为梳笔之乡 在棺果内一共清理出 木书五笔竹笔两笔 木书的发现也正是 长洲的梳子文化非常悠久 而在二号木乡里还出土了 陪家造孔竹笔 是第一次考古发现带有墨书文字的竹笔 对研究书笔的历史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 棺果的清理工作还在继续 这时棺果内的一对瓷展吸引了 专家的眼光 专家们被震惊的无与伦比 原来在瓷展的内部 竟然还有梅花文士 这就代表着木主人的身份非同小可 而在清理工作中 三号木乡出土了六件金银手势 让人不可置信的是 在首饰之上都刻 明镜寺中徐一郎的字样 而明镜寺则指的是 现如今杭州城内的名叉明镜寺 而在首饰上的名闻竟然是 古代商家品牌宣传的文字 而当时的时期正是宋元时期 这时所有的清理工作到了尾声 但是木主人的身份却始终 是一个谜题 为此专门请来了南京人体鉴定专家 对木主人的身份进行鉴定 结果显示在一号木中发现的人 是男性 死去的时候大约在35岁到39岁之间 三号木木主人为女性 死亡年龄在27至28岁之间 而二号木中出土的千尼血关 木主人的性别为女性 死去的时候大约是51到60岁之间 但是令人疑惑的是 为什么只有二号木的棺果是红色的 这其中隐藏了什么秘密 红色在我们中国就代表一种吉祥 还有一些艳圣辟邪 这一些象征 就是古人一般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宋元时期 流行的这一 就是七色丧风 当时的一个社会风丧 但是三个墓葬的墓主人身份 终究是一个谜题 没有更多的信息 但是在墓葬中出土的文物 还是让人感受到了 宋元时期长州百姓的社会风貌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记得点赞关注哦